大家好 本节课我们介绍高速铁路路基的制档结构 能够保持结构物两侧的土体材料 有一定高差的结构成为制档结构 制档结构在各种土建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铁路公路工程中可用于支撑路滴和路嵌边坡 隧道洞口支撑桥台台后的填土 整治塌方滑坡 在水利港湾工程中可用于制档河岸及水闸的岸墙 在建筑工程中地下连续墙等维护结构 支撑边坡的档户结构都属于制档结构的范畴 我们主要介绍路基工程常用的挡土墙结构 以重力式挡土墙为例 来介绍挡土墙的一般构造和设计减算 并介绍高速铁路基工程中常用的一些轻型挡土结构 挡土墙是支撑路基填土或山坡土体 防止填土或土体变形失稳 而承受侧向土压力的建筑物 当土坡稳定性不足需要加固 或者由于工程需要和地形限制必须收数坡脚 或者需要减少挖方数量时 我们常常会采用挡土墙 比如对于高填方路基 由于放坡后坡脚超出用地界限 可采用挡土墙进行收坡 在横向坡度较大的斜坡地段 由于路基放坡后 坡脚可能无法与沿地面相交 需要采用挡土墙进行处理 路线挖方地段 设置挡土墙可以减少断面挖方的数量 挡土墙按不同分裂的方式 分成了不同的类型 比如我们按结构形式 有重力式挡土墙 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横中式的挡墙 还有轻型挡土墙 根据结构组成的不同 轻型挡土墙又有不同的类型 如毛杆挡土墙 毛定板挡土墙 加厘度挡土墙等等 还有悬壁式的挡土墙 扶壁式的挡土墙 装板挡土墙 加厘度挡土墙等等 按照挡土墙墙背倾斜方向分类 可分为仰斜式 佛斜式和垂直墙背挡土墙 按照挡土墙在路基横断面上的位置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路肩式挡土墙 路提式的挡土墙和路嵌挡土墙 接下来我们以重力式挡土墙为例 介绍挡土墙的一般构造 重力式挡土墙是以墙身自重来维持 其在吐压力作用下的稳定 多用降气片石来进行漆柱 在缺乏石料的地区 有时可用混凝土淤织块制作为漆体 也可直接用混凝土进行浇筑 一般不配钢筋 或只在局部范围内配置少量的钢筋 重力式挡土墙行事简单 施工方便 可就地取材 适应性强 因此应用广泛 重力式挡土墙墙身洁面大 蜈蚣数量也大 在软弱地基上会受到承载力的限制 强体过高时耗材较多 不经济 挡土墙 墙胸一般为直线形 墙背有仰斜 佛斜和垂直的直线形 和凸形的这种折线形 即横动式等等 凸形挡土墙上部佛斜 可减少上部断面的尺寸 多用于路线墙 也有路肩墙 横重式挡土墙 利用横重台上填土的重力 使全墙的重心后移增加稳定性 墙身高度相对较小 适用于山区地形陡峻处 挡土墙排水设施的作用 在于疏干墙后土体中的水 和防止地表水下肾后积水 以免墙后积水 致使墙身承受恶外的进水压力 减少季节性冰冻地区填料的 膨胀压力等等 挡土墙的排水措施呢 通常有地面的排水 和墙身的排水 两部分组成 另外呢 为避免因地基不均匀呈现 而引起墙身开裂 根据地基地质条件的变化 和墙高墙断面的变化情况 需要设置呢 沉降缝 在平曲线地段 挡土墙可按折线型布置 并在转折处以沉降缝断开 为防止乌公气体 因收缩硬化和温度变化而产生的裂缝 应设置伸缩缝 设计中呢 一般将沉降缝和伸缩缝 合并设置 沿线路方向呢 每隔10到25米设置一道 缝宽为2到3厘米 绝大多数的挡土墙的基础呢 直接设置在天然地基上 挡土墙呢 通常采用浅基础 当然当地基较弱 墙身较高时 为减少基底的压硬力 增加稳定性 可拓宽基底 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才会使用装基础 对于土制地基 基础的埋制深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参数 它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接下来呢 我们以重力式挡土墙为例 介绍挡土墙的设计与计算 挡土墙设计中 一般先根据经验和设计规范 拟定墙身的断面形式和尺寸 然后结合公点进行挡土墙的减算 减算内容呢 包括滑动稳定性减算 倾幅稳定性减算 基底硬力的和偏心距的减算 墙身截面减算等 如减算不合格或者过于安全 自需要修改尺寸后重新减算 直至挡土墙既安全又经济为止 要进行力学减算 首先就得清楚挡土墙的受力 针对不同的工况 作用在挡土墙上的利息 要考虑主力 附加力与特殊力的不同组合 主力通常由挡土墙自重 及位于墙上的这种横窄 墙后土体的主动吐压力 包括超窄 基底的法向反力与模组力 墙前土体的被动吐压力 进水墙后的长水位 进水压力及浮力等 附加力是指积极性或规律性作用于墙的各种力 如水位退落时的冻水压力 波浪的压力 动胀力和冰冻力等 特殊力是发生概率很小的力 如地震力 施攻击临时核载 水面物的撞击力等 在陆基挡土墙设计中 挡土墙的自重 墙后土体的主动吐压力 以及基底的法向反力和模组力 是必须考虑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力 下面我们就考虑 在这几个力的作用下 如何进行挡土墙的减算 挡土墙的滑动稳定性指 其实在吐压力和其他外力作用下 基底模组力抵抗挡土墙滑动的这种能力 用滑动稳定系数 kc 来表示 如图所示 滑动力为吐压力的水平分力 抗滑力为基底的模组力 f 滑动稳定系数呢 就按下式进行计算 其中这个 sigma n 就是我们数向力的所有的合力 它就等于 w 加 e y 其中这个 f 呢 是基底摩擦系数 挡土墙的抗轻浮稳定性是指 它受力后抵抗强身 绕强指销外转动的能力 用抗轻浮稳定系数 k0 来表示 k0 为稳定力矩之和 以轻浮力矩之和的比值 从数理图中可以看出 稳定力矩由强身自重 数向涂压力提供 而轻浮力矩由水平涂压力产生 对于上述的两个稳定性系数 比如 kc k0 在规范中 都有它这个减算的这个规定值 如果呢它不满足规范的要求 我们就要去去对强身呢 重新进行设计 比如说我们的抗 滑稳定性不足 可能它就会再设置倾斜的基底 如果抗轻浮稳定性不足 可能还会再设置台阶基础等等 这个我们可以参照相关的规范 再一个就是挡土墙呢 需要进行基底硬力与偏心距减算 这个减算的目的是为了使基底硬力 不能超过地基容许承载力 同时为避免挡土墙不发生显著的 不均匀沉降 是强行合理 当然还用控制强几点 基底的这种合理偏心距 基底合理偏心距E可按下式计算 其中呢B为基底的宽度 Za为作用于基底合理的法向分立 对强指的利弊 当偏心距小于六分之一倍的 基底宽度时 可按如下公式算得 基底的最大硬力与最小硬力 当偏心距大于六分之一倍的 基底宽度时 基底的一侧将出现拉硬力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 地基于基础间不能承受拉力 故不计算拉力 而按这个硬力重分布进行计算 基底的最大压硬力 按这个下式进行计算 当偏心距面强度减算 通常选一到两个截面进行 减身距面呢 可选在基础顶面 或者金边以上截面 二分之一强高处 摄像墙交界处 比如说图形即横重式墙的 这个摄像墙的交界处 墙身截面强度的减算 包括法相硬力和碱硬力减算 两大方面 中立式挡墙呢 它使用是非常广泛的 但是在软弱地基上 会受承载力的限制 缺乏乌工材料的地区 中立式挡墙的造价呢 也会很高 这时呢 我们可采用一些 适用的轻型挡土墙 来替代重立式挡土墙 轻型挡土墙呢 只采用抗拉强度较高的 钢筋混云土或钢材等材料构建 组成的挡土建筑物 由于结构本身的重量较轻 所以我们把它通称为呢 轻型挡土墙 轻型挡土墙呢 是一种柔性复合结构 除了结构及施工工艺 较重立式挡土墙复杂外 变形与受力状态也很复杂 由于墙面系 与其后的填料间相对变形较小 墙面系后的部分土体 不会产生极限平衡状态 因而墙面系上承受的土压力 往往呢大于主动土压力 墙面系的绝对的变形 有时也较大 容易产生构建的开裂 或者异常的变形 我们在这里呢 仅介绍相关轻型挡土墙的构造形式 和基本原理 不涉及设计计算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轻型挡土墙里边的 最常用的一种形式 叫做加金图挡土墙 它是利用加金图技术 修建的一种轻型质当结构物 是由墙面板 拉筋 填料 三部分组成的一种复合结构物 它依靠填料与拉筋之间的相互作用 主要是这种摩擦力 来平衡填料 作用于墙面上的水平吐压力 从而使之形成整体 抵抗其后 填料产生的吐压力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加金图挡墙 视为一个重力式的挡墙 来考虑它和加金图墙背后的 所产生的吐压力 它们之间的这种稳定性问题 这也可以成为加金图挡墙的外部稳定 墙面板的作用是阻挡填土挤出 滩滑使拉筋填料面板成为一个整体 形状通常有巨形十字形六边形等等 材料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 当然也有用金属材料的 拉筋材料要求有足够的抗拉强度 较好的韧性 以甜度之间呢 较大的摩擦力便于加工制作 并且造价要低 与面板连接牢固可靠 且有较好的耐辅性能 材料可采用钢素复合带 或者各种金属 填料一般要求采用渗水土 若条件困难 采用粘性土石 需配以相应的工程措施 毛定板挡土墙 是由墙面系 拉杆 毛定板 以及充填墙面 与毛定板之间的填土 所共同组成的这么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结构的内部 存在着作用于墙面上的吐压力 拉杆的拉力 毛定板的抗拔力等 相互作用的类力 这些类力必须互相平衡 才能保证结构内部的稳定 同时 在毛定板挡土墙的周边地界上 还存在着从边界外部传来的吐压力 火载以及结构自重所产生的作用力和摩擦力 这些外力也必须互相平衡 以保证毛定板挡土墙的整体稳定性 防止发生滑动或者蠕动 细合板式挡土墙 是折线型重力式挡土墙的墙背 在适当高度处安装一定长度的水平 钢筋混淫土板 这个板将墙后的填料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分的填料可作为墙身的重量 而下部分由于该板的隔开下降土压力大大减少 固称该板为蟹合板 这种结构形式介于重力式挡土墙和轻型挡土墙之间 兼具刚性墙和柔性墙两者的特点 蟹合板长度影响蟹合板挡土墙的受力状态 蟹合板越短下降土压力越大 板上垂直压力越小 蟹合板越长下降土压力就越小 板上的垂直压力也越大 长蟹合板挡土墙具有较大的负偏性 使墙种硬力增大 当基底承载力较低时 需加宽挡墙基础 蟹合板挡土墙可通过调整蟹合板的长度 使墙基地基硬力分布更加均匀 因此目前倾向于使用短蟹合板挡土墙 较少采用长蟹合板挡土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毛杆挡土墙 毛杆挡土墙呢 它是利用毛杆技术形成的一种挡土结构物 毛杆的一端与工程结构物连接 另一端毛固在稳定的地层中 依靠毛固在稳定地层内的毛杆的抗拔力 来平衡墙面处的土压力 维持结构物的稳定 但这个结构物它的关键之处呢 就在于毛杆的抗拔力 薄壁式挡土墙 它是钢筋混云土结构 包括悬壁式和伏壁式等形式 该种墙型的稳定性呢 依靠墙似重和总板上的填土重量来保证 而纸板的设置又显著的增加了抗轻浮力矩的利弊 结构形式比较精进 装板式挡土墙 由装柱和挡板组成 利用深埋的装柱前土层的被动土压力 来平衡墙后主动土压力 这种墙型呢它适用于土压力大 要求基础埋至深的地段 可用于路嵌墙 路间墙 装板式挡土墙呢 也可用于一般地区 沁水地区和地震区的路嵌和路体质打 也可用于滑坡等特殊路基的质打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高速铁路路基工程 我们从路基的核载与路基结构 高速铁路路基沉降控制技术 高速铁路路基结构状态检测与评估技术 以及高速铁路路基质档结构 四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了简要的讲解 希望大家能够结合我们的课件 以及我们的作业 能够把高速铁路路基工程相关的知识 能够掌握好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